台湾在今天本土加10 境外加44 那么其中桃园日益物流传播链加2 台北幼儿园加3 板桥的家庭群制加1 而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今天在高雄 爆出了新的家庭群制案例加4 而且感染源不明 先是一名国小的男童 过年之后出现了发烧流鼻水的症状 到诊所就医 幸好医生非常的经济发现 采检之后确诊 之后又匡列才发现 初四的晚上 一同聚餐的表兄弟也染疫了 而经过意料的发现 这三个人吃饭的时候 没有坐在一起 但是之后有到小房间 打手游玩扑克牌 疑似就是在密闭空间 因此遭到感染 另外这个表哥也传给 一同吃火锅的女性友人 两个人的足迹 遍及高雄还有屏东 清销人员全副武装 由内到外仔细消毒 高雄8号才刚烧来 甲林好消息 隔天却爆出家庭 群聚案例 四个这个个案都是属于 春节期间 家人之间的一个聚餐 原来是年节聚餐 惹得祸 当时这名男童 案19382过年时 出现流鼻血 头痛发烧等症状 到诊所就医 裁检确诊 之后匡列接触者 发现初四晚上 一同聚餐的表兄弟 虽然座位不相邻 但吃饱后 和立民亲戚 共四人到三平大的小房间 打手游玩扑克牌 疑似密闭空间 因此染疫三人CT值 都落在14到16相对整齐 另外表哥还传染给 共同吃火锅的女性朋友 根据疫调指出 初四这天 案19382中午及晚上 先后跟父母的亲戚 共计29人一同聚餐 虽然其他人易检阴性 但仍有极大感染风险 另外表哥及女性朋友 月初曾和一对情侣到屏东出游 足迹遍布各旅游景点 如今情侣党也确诊 尚未取得全国安号 家族作为单位 在数个家庭的组成当中 那不管他来自何方 我想不会有遗漏的状况 他也涉及到一些跨县市的移动 详细的概念我们还在清查 只是开学在即 却要两名国小男童相继确诊 是否影响开学计划 是否强调账务打算 但遵循中阳规定 也会全面加强防疫 毕竟这回医师激进 及时救出确诊者阻断传播链 若稍有不升 恐怕都让病毒有机可趁 见高雄频道正好报道 苗栗在隔了202天 零确诊之后 9号金船有两例本土确诊个案 这是住在苗栗公馆的一对小兄弟 分别只有9岁还有12岁 在过年期间 跟着家人回到桃园的奶奶家 过年与确诊的姑姑接触之后 染疫是属于桃园日益物流的 这条感染链 那么因为被列为接触者 他们是在居家隔离期间确诊的 目前这两个人都住在 桃园的防疫旅馆当中 虽然他们在苗栗没有足迹 不过县府不敢大意 仍然是派人前往小兄弟 就读的学校跟住家附近 进行消毒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特别澄清 这起案例跟苗栗无关 请乡亲们可以安心 卫生局人员全副武装 来到苗栗这间国小进行大消毒 学校里里外外还有周边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有两名学生确诊 根据了解这两名个案 分别是9岁和12岁的一对小兄弟 平时跟爸妈住在公馆的外婆家 1月27号放寒假 跟着爸妈回到桃园奶奶家过年 没有想到因为和在物流公司上班 确诊的姑姑有接触 跟着奶奶也确诊 一家四口被匡列居家隔离 之后在裁检就发现两兄弟确诊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也特地在记者会上挂保证 疫情与苗栗无关 县府也强调虽然两兄弟确诊 但在苗栗没有相关足迹 而在苗栗同住的家人 也紧急筛检 也幸好都是隐姓 为了保险起见 县府也派人在小兄弟的住家 和学校附近进行清销 而学校方面也将会照常开学 结长心结苗栗报道 另外在今天还有一例 没有列入暗号 是新北市树林某电子厂的外籍移工 他在年后上工第一天 就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 裁检之后确诊 目前已经安排 跟他同一个作业区 以及同宿舍的员工 总共有150个人进行裁检 感染源还需要理清 国内有专家认为 台湾的传播链多 还有许多没有症状的黑数 很忧心疫情会大爆发 不过对此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所谓的大爆发应该像是指日本或者是韩国 一次爆出好几万人 传播链有几百条 台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防疫人员穿上防护衣 上到员工专车进行清销 因为这间电子厂年后开工没多久 厂内就有一名员工染疫 电子厂发给同仁的内部信也曝光 紧急通知员工 9号中午12点到10号上午7点 暂时停工 原来确诊的是一名外籍移工 放完年假第一天上班 就出现发烧 头痛 咳嗽和喉咙痛的症状 中医裁检后阳性确诊 CT值只有14 但他1月30后到2月7后期间 都住在员工宿舍 目前已经安排跟他同一个作业区 以及同宿舍的员工 共150人进行裁检 但感染源还要厘清 国内有专家认为 台湾陆续出现不明感染源的个案 而且很多是没有症状的黑数 有形疫情会在现在过完年后大爆发 国内有医师这样说 社区有没有比较多的传染链 我是不这么认为 假如大家有警觉的话 其实现在传染链 它们传播都很有限 另外只要记住是说 只要你症状持续 然后你快晒即便是阴性 你也要提高警觉 去做PCR的筛检 日本进来 就10万人 韩国3万6 3万7 4万左右 香港600 1000 都这样 那个叫做大爆发 那传染线都是几百条的 那台湾现在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又医师认为忧心没有用 主要是民众得打完三剂疫苗 就算有黑数 目前的筛减量能也还足以应付 记者新闻市中文报道 台湾今天的本土个案是加时 其中台北点点幼儿园的传播链新增了三例 不过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因为这个案子的时间是有点久远 还有就是根据统计 从2月以来 在居隔期间 应转阳的个案超过了6成 局务中心认为说 这些个案对社区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但是有专家呢 看到了另外一个面向 非常值得担心 因为呢 应转阳的个案很多 而且呢 是在居隔期间 恐怕是坏消息 因为呢 Omicron的病毒潜伏期 其实非常的短 大概只有三天左右 如果说这个个案在隔离多天之后 才确诊 应转阳 就代表说 有可能是在检疫场所染疫的 对此 指挥官陈仲认为 是有这样的疑虑存在 但是比例应该没有这么高 本土疫情起伏不定 9号新增10例本土个案 分别是台北的幼儿园传播链3例 新北板桥相关1例 桃园物料公司2例 高雄亲戚春节聚会4例 而近来 本土个案中 过半是在居隔期间确诊 指挥中心认为 这对社区风险较低 但有专家表示 居隔阴转阳的个案多 恐怕也是坏消息 居隔个案的阴转阳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不能排除有检疫力管的 交叉感染的机会 统计2月1号到9号 共有171例本土个案 这当中有113例 是居隔期间阴转阳 占66% 而根据美国CDC研究 Omicron病毒潜伏期 落在三天左右 因此有专家认为 如果个案是在隔离多天后 才确诊 就可能代表 是在检疫场所被感染 毕竟集中检疫所 或是防疫旅馆 摆密总有一书 环境清洁不彻底 或通风不佳 都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 指挥中心拿出资料 强调比例没这么高 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 在8家防疫旅馆 一共有16例个案 入住后才染疫 因此由境外改判本土 但其中台北市 就有5家防疫旅馆 出现这样的状况 只是目前超过6成的 因转阳确诊个案中 有多少是在隔离期间染疫 还得靠疫调说明 这总不倒